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情情绪干扁 千山查克著名重生文女将星即将影视化开机之际 九月才凭上官前一角实现走红的新生小花卢玉小便晒出自己的红衣女将军造型 这般巧合 面部的被结合原著女主角和艳莱一起看待 而从放出来的视频物料来瞧 年纪上浅的卢玉小在把空降里引起这方面 略显生疏 虽也是拍过打戏的 但离开了威亚与武术指导 要她在摄像机前自由发挥 这动作不能说是有力道 只能说努力了也很心酸 武打基础不行 装造上也多以装饰感为主 那复杂的发迹与金银发誓 哪个真正要上场的将军会打扮得如此繁琐 果不其然 在拍摄过程中 卢玉小稍微转身 这发誓砸到脸上 她顺得就捂着了 一看就是被砸疼了 赵丽颖不愿做萌版楚桥 与导演沟通中力挽狂澜 景田版翠林不复心中指向红援 卢玉小是经验不足的 而赵丽颖是有自己想法的 在楚桥转开机后 导演不想尊重援助 希望赵丽颖呈现花千古般的 萌萌达小将军 但这一概念被赵丽颖驳毁了 她深知营和市场的审美 只能获得一时的成功 要演绎好每个角色的不同 才能往演技派的方向走 于是她坚定地 不把楚桥这个人物填魅化 并且在后期释放出 角色身上顽强的生命力 这才有了正片中 后一嗓子就带来安全感 脸上灰尘密布 也毫不紧张地战场楚桥 头要是《八五花》中口碑甚佳的 景田在新剧《乐游园》中演绎的 催灵不单单是莽的 乐游园 一场古装剧的智慧之战 古装剧已经成为观众们 口中的老套路 如何打破这一局面 乐游园给出了答案 这部剧不同于以往的烂大街 没有浅薄的恋爱戏份 也没有毫无思考的情节发展 相反 她将男女主角的 斗志斗勇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真正体验到了 智慎恋的魅力 乐游园的成功 在于她的用心 剧方在演员的选择上下足了功夫 演员们将每个角色都演绎得鲜活而立体 落魄黄孙与《萨爽女将军》的对手戏 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个 势均力敌的人物形象 对于古装剧来说 这是真正的创新 特别是景田女将军的扮相 让观众们惊艳不已 从温柔转变为英姿萨爽 真可谓是演技炸裂 此外 乐游园还在剧情的包装上下足了功夫 不同于以往的古装剧 它没有过多的宣传 但是通过观众的口碑传播 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丽姨与催连相爱相杀的桥段 不同于偶像剧的一见钟情 更加真实自然 整部剧情虽然难度颇高 但观众们却感受到了它的智慧和深度 总之 乐游园是一部优秀的古装剧 它的成功在于它的用心与创新 它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个立体而鲜活的角色形象 也让观众们领略到了智慧之战的魅力 在智商和颜值并存的乐游园世界中 你是否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乐游园中的景田和徐凯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景田扮演的崔林不同于以往的傻白甜女主角 她是一个头脑聪明 武力直高的女将军 而景田将这个角色的精髓演绎的生动到位 每一个动作都能尽显崔林的气质 她的武打戏份更是下足了功夫 各种行云流水的动作看起来十分观赏性十足 徐凯则扮演李仪 一个生性多疑敏感的角色 她将李仪的少年狼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 看似放荡不羁的背后却是身负重任 在和崔林的比拼中 她也完美展现了自己的大智慧 这两位演员的精湛演技 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的进步 也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一场全谋之争 男女双强的角逐引人入圣 高曙光在梁王梦中出人意料地饰演大怂包梁王 与以往霸气的形象截然不同 观众耳目以兴 曾离则以端庄大气的形象饰演萧贵妃 展现出皇妃的气势 而她在剧中的表现更是让人拭目以待 刘宇宁则以清新脱俗的形象扮演会幻术的神一幕先河 作为客串角色 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此外 还有朱鸿佳 高涵 赵家明等演员的加盟 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 演员们的出色表现赋予了剧情惊险万分的气氛 使观众沉浸其中 乐子不疲 整体剧情新颖 情节紧凑 让观众目不转睛 乐游园 欢喜冤家的武力与智力之争 乐游园这部古装剧不同于以往 她开篇旧家男女主角李仪和翠莲 分在不同的阵营之中 以歌方暗潮涌动的势力为背景 颤得两人之间的互动更具趣味性 观众们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各种武力和智力之间的对决 这样你来我往的争斗让整部剧更吸引眼球 男女主角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在剧情中得到了展现 一上来就是敌对的场面 下一秒去同仇敌开 两人在吵吵闹闹之中逐渐相彼此靠近 李仪一眼就认得出翠莲是在女扮男装 这一点也赢得了观众的点赞 相比以往的古装剧 该剧不再赤裸裸地侮辱观众的智商 令人耳目一新 该剧并没有走套路 反而是江南女主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中 制造冲突 抢夺梁草的情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两人的实力出路锋芒 两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也由此展开 李仪和翠莲携手将逆贼手里的梁草截胡 但是梁草却归催泪所有 李仪也并没有纠结于梁草这一世 反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望州城 观众们可以期待原著的质量得到保障 导演郑伟文则是古装剧颇有经验 多部作品广受好评 由优秀的编导组合打造 乐游园已经是完全赢在了起跑线上 该剧不仅仅是古偶剧 更将权魔与虐恋元素相结合 呈现出别样的古装剧集 最高明的地方在于将权魔作为爱情的背景板 让男女主角的斗志斗勇 在这个背景板下被无限放大 充满张力感 故事情节紧凑 刺激紧张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主题 让观众们直接感受到整个局势的紧张与刺激 既然该具如此惊艳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的官具大军 一起探学乐游园中权魔与爱情的演绎 最后 你觉得在剧中男女主角的斗志斗勇中 谁更胜一筹呢 乐游园不仅在剧情上引人入胜 在服装与制景方面同样下足了功夫 剧组选择在开拍前多的考察 采用自然的智解 让整部剧的质感更深一层 宏大的战争场面完全不输荧幕电演 生活化又不失刺激 这才是古装剧的正确打开方式 期待该剧接下来剧情的播出 只要剧情不帮 乐游园绝对成为今年的大热剧集 你对乐游园有何看法呢 期待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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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